那是什麼道理 你要不斷要國軍 要人民 不斷的戰鬥 戰鬥 戰鬥 但是哪有三軍總算國家元首 一直在做落跑練習 我們就針對這三個人講的 三個不同層次的話 來做批評 那麼我用兩個字批評 意思也就是否定 因為蔡英文他先講 意思就是說國軍先擋一陣子 那麼中共就會承受國際的壓力 然後有國際的壓力 所以大陸就不打台灣了 台灣就安全了 這個是總統陳氏講的話 但是是沒有責任的話 我們來看最近的歷史就是美國 因為大陸現在的 整個總體的國力 我們一直在強調 他的總體的國力跟軍力 在全世界 整個國力排名第二名 軍力排名第三 而且一般來講 認為他的軍力 應該在持續作戰的能力 已經超過俄羅斯 應該是排名第二 這個排名第一 第二這個什麼樣的意味 就是剛剛最近發生的 粵港澳大灣區 這麼一個區域而已 也就是11個城市 香港 澳門 廣州 等11個城市 他的經濟規模 就是一個韓國的經濟規模 大陸一年的GDP的增長量 就是一個瑞士 全世界排名第23位的瑞士 所以一個經濟體這麼大 然後他五年內打造了海軍 是五年內打造的海軍 也不過就是他的海軍艦隊的 一個部分而已 就是法國的總海軍的總量 那這樣的一個作戰的 而且都有自主的 作戰能力的一個 大陸來說的話 我們以2003年美國人 要去侵略伊拉克的時候 聯合國安理會不同意 美國自己所設立的 北大西洋工業組織也不同意 美國率領了英國 澳大利亞 日本 去攻打伊拉克的時候 國際的壓力很大 但是如何呢 誰敢介入 沒有一個國家敢介入 沒有一個國家敢介入 我再強調 法國直接在他的媒體裡面 標題新帝國主義 美國 也不過就是只能夠這樣 法國 德國在北約 嚴厲抨擊美國 但是如何 有國際壓力 然後照打 一個月打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蔡英文講的話 沒有責任感 為什麼 因為國際壓力 然後你能夠阻止戰爭嗎 不可能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講話 不負責任 第二個蘇貞昌講的話 站海上 站海灘 站街道 站山上 絕不投降 這個話是鬼話 為什麼說是鬼話 沒有海空的自空自海的能力 你海上一下就沒了 沒有海上的作戰能力 你海灘一下就打完了 因為這個目前的戰爭 是一個透明性的戰爭 全部都看得見 所以你在海上幾天內打完 在海灘沒有多久打完 你站街道 你台北的大街小巷 你要打巷戰的話 你必須要把台北的 每一個城市的都要貫通 也就是說我這棟大樓 跟那棟大樓的牆壁都要打通 因為你不能夠在切割的情況下 也就是我這棟大樓 跟這棟大樓沒有連接 而我的士兵或是我的人 埋伏在街上放冷槍 你要打這種巷戰 全世界沒有人這種打法 沒有這種打法 要有一點點軍事知識 你要把所有的巷弄的這些 樓房全部打通 你要引起多大的民怨 而且你還要養老百姓 老百姓還要養 他還要吃飯 戰爭 軍人跟人民混在一起的 這個戰爭 你不要輕易打 這個輕易打的話打不下去了 在山上你的補給在哪裡 你的補給點在 你藝術點在哪裡 那麼現在山上有幾個 是一個所謂的軍事要地 困把你一封就行了 兵都不用進去 所以我覺得蘇聯商講的是一個 毫無軍事知識 沒有現代化軍事知識的話 行政院院長可笑 我覺得嚴德發講的話 不負責任 日本有50道精神的日本 二次世界大戰 軍國主義最盛的時候 有50道精神 軍國主義最盛 動不動就切腹自殺的 日本人有沒有投降 有沒有站到一兵一卒 沒有 日本本土有沒有投降 有 劉皇島雖然打得很殘烈 但是還是投降 所以你要打到一兵一卒 有50道的日本軍國主義 動不動就切腹自殺的 日本軍國主義 都沒有辦法打到一兵一卒 都投降了 嚴德發 我們現在的軍隊的訓練 要看時間 時間到了要喝水 太陽太大不能跑 溫度太高不能練 福利挺身太多不能做 揚護起座太高不能跑 然後軍事戰績 遠一點的時候不能夠做 那麼你這樣的一個訓練的方式 這些都是當時 很多民進黨立委要求 你要求的這樣的一種操作 訓練的方式 你卻要有我們的士兵說 我要打到一兵一卒 鬼話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做到 打到一兵一卒 都是投降 所以您也認為說江委員 就是這個只是輕鬆看待就好了 也是民進黨又要再操作 這個兩岸牌 升高緊張情勢來恐嚇人民 我覺得不能輕鬆看待 我想雖然軍在軍中服役那麼久 我是一個EUE 我服役兩年 可是我遇到台海危機 96年台海危機 我們睡過坑道 我們德極戰備 我們背著槍睡覺 帶著鋼灰睡覺 你要不要體會看看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前線 金門其實二級戰備就是代表 隨時要打仗 後頭的台灣股市大敵 美國派了兩艘航空母艦 來台海又怎麼樣 台灣居然一堆人 顧了一船要去看航空母艦 所以我們想問的是 蔡總統跟行政院院長 這個蘇恩昌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主戰派還是什麼 你現在在告訴我們你是主戰派 國防 我相信台灣有一定的國防實力 不是沒有 一定有 但是這個國防實力 不是拿來挑釁用的 也不是拿來主動發起戰爭 然後要求戰爭用的 我們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的生命跟財產 為了保護台灣一定的自由跟民主 這是我們的國防 可是今天一個國家原首跟我們行政院長 你說要告訴我們戰戰戰 反正就打就對了 到底要打什麼 你怎麼不先告訴我們 我們不為戰 但是我們也不求戰 你今天我要被欺負了 我們當然知道為什麼而打 可是今天如果你沒有告訴大家 你是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我們很擔心 你有再多的武器 有再多的兵員 也打不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 一個國家原首 我都很不想問你 你有沒有當過兵 你當一個國家原首 你有沒有保護過台灣 然後你可以這麼輕易的講出這種話來 當你處在戰爭邊緣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我們義務役 剩下三個月要退伍 1992年3月選舉 那時候也是選舉 96台為期 也是總統大選 我剩下三個要退伍 對不對 我美國的大學研究所 我都申請好了 可是我有可能沒辦法退伍 那你知道 你當時會問我為了什麼而戰 對不對 我是為誰要打這場戰爭 所以這個政治任務真的要非常負責 你如果求和不成 才有可能來打仗 特別是現在 在美中台三邊關係底下 對台灣來講 和平才是我們最大的戰略武器 對不對 和平才是我們最大的戰略武器 而不是說 我來撐一個禮拜後面就會有國際兵團來 笑話 可能嗎 一定嗎 你要不要問看看美國 賣我們武器的美國 你問他什麼時候要來接入台海戰爭 什麼情況什麼條件 因為他會來保護台灣 不要誤判的情勢 特別是今年 今年 明年2020年 今年台美關係很重要的40周年 美中的關係那麼的銳化 如果我們這個操作不當的話 我們會很擔心 96台海危機重演 96台海危機重演 那個真的是夢魘 對我們96年 曾經在外島服役過的這些人來講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是什麼樣子的一種狀況 我們今年 這個2019年 明年2020年 1月要選舉 我想請問你們操作這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說到時候因為台海危機 所以暫時停止選舉嗎 還是為了什麼樣的政治利益 你現在要去操作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已經也不光只是說 要統獨這些問題 其實對很多台灣的老百姓來講 統獨不是現在他們最優先的事情 繁榮 經濟 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既然不是的話 你要來求戰 要主戰 你是為了什麼 我們合理的想像 你就是為了選舉 你就是為了你個人政治利益 你為了你政黨的政治利益 而你不顧整個國家的安全 還有老百姓的生命 財產 還有他們的生活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不斷的這樣挑釁對岸 最後蔡政府 真的能夠討到便宜嗎 沈大了 我覺得說他挑釁對岸 我倒不是同意 我覺得民進黨沒有這個本事 但是也許有一點夜郎自大 但是槍尾你要跟我比 這槍林彈旅中誰比較勇敢 我告訴你 我當兵的時候 左營碼頭 我們的軍艦的隔壁 就有一條軍艦 被老公打掉一起 有真的嗎 有用不 所以我對台灣可能未來會打仗 我是很憂心的 但是我是不是輕鬆看待 我是 我輕鬆看待 為什麼 是因為我的無知跟我的無奈 因為我不曉得 要從什麼對方不輕鬆 你看一大堆兵推 結果我們都不壞 結果都不壞 但是老百姓 從來有沒有把這個當一回事 沒有 因為老百姓不堪去想像 有這麼一回事會發生 因為今天如果說對方過來了 飛彈過來了 飛機過來了 我們防空會全面啟動了 我請問大家 我們老百姓是要怎麼樣 躲到地下室嗎 躲到防空洞嗎 從街道進空嗎 還是躲到百貨公司呢 如果說要撐兩天 超過兩天 我們沒東西吃的話 7-11還有開嗎 我覺得老百姓一點點想法都沒有 完全沒有想法 到底是撐兩天還是撐兩個禮拜 這兩天或是兩個禮拜 我們老百姓也都心裡頭想 大概國際會給壓力 大概美國軍隊會來 但是這段情緒如果沒來 如果在來的等待期間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我說當然人家覺得 嚇死 我覺得我們要來一個模擬的 說老公來了 看看大家自動自發 到目前為止 沒有經過訓練的民間的反應是什麼 是走在逼 還是出來看老百姓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想 大家都覺得這個不會發生 現在都有萬安演習 對 有萬安演習 萬安演習我都以為他演習 但是我認為大家都假設 這個不會發生 所以我輕鬆看待 我也認為不會發生 因為這種情勢太複雜了 誰都不敢動 因為老共真的動了 老美真的反應了 台灣真的是下一次戰爭的焦點的話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所以我 我也不是說永遠不會發生 永遠西線無戰事 但是我認為我在我死掉之前 不會發生 那個只要在20年就好 我100歲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事情我認為 我認為我們的政府 國防部長也好 行政院長也好 都把他講得太輕鬆 都把他講得說 我什麼地方都可以打 上山下海都可以打 其實我們的人民是不相信的